体罚志华血仗都打断,这就是真实的韩国造星工厂,韩国娱乐公司对艺人到底有多严厉,答案都在这里。 韩国团体Ukbang成员T.O.P.本名崔胜炫,爆出吸食大麻后没几天,又精传药物使用过度陷入昏迷,紧急送医。 但随后又爆出其并非昏迷,而只是最近服用的药物中含有安眠成分,并且并非传闻中被抬去医院,而是被搀扶住走出去的。 T.O.P. 消息一出,因为觉得T.O.P.及其所属公司Uk娱乐是在炒作,韩网友纷纷表达各种不满。 不过也是,Uk娱乐好不容易出了一个Big Bang可以跟S.M.娱乐公司相抗衡,现在艺人出了丑闻自然要想法设法弥补。 只是不知道T.O.P.接下来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要知道韩国娱乐公司对待艺人那可是相当严厉的。 波姐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韩国娱乐公司对艺人到底有多严厉。 在韩国,对待艺人最严厉,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虐待的,当属S.M.娱乐公司。 S.M.娱乐公司是韩国最大的娱乐公司,没有之一。 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S.M. Entertainment,由歌手出身的李秀满于1989年创办。 其名称S.M.为英文Stand Museum的缩写,意为明星博物馆,名人殿堂。 1989年,S.M.公司把旗下的HOT.S.E.S.介绍到中国、日本,掀起了亚洲寒流热潮。 波姐之前曾经介绍过当时轰炸全亚洲的HOT的悲惨经历,httpmp.vaccine.qq.com S.L.X.G.G.G.3.NO.3.K.I.1.Z.R.L.0.X.C.Q. 截至2016年,S.M.公司旗下代表艺人有OA,东方神奇,Super Junior,少女时代,Shin E,F,X,Yslu,Rapalmit,NCT等,2015年营业额即突破3000亿韩币。 和S.M.公司最先签订的是演艺生合约,在正式出道时会在以个人名义,注意,是个人名义而不是所在组合名义,签订一份为期五年的演艺合约,利益所得一般为公司,个人,7比3。 但这里的收益是说专辑的收益,周边产品和其他活动收益归公司所有。 也就是说,前五年差不多就是为公司白钱,之前S.M.被判定合约是不合理契约,已经被勒令整改了。 五年合约到七时,市去市流,其实还是和一般的经纪公司一样,要同时看公司和艺人两方面的意见。 一般S.M.想留下的人,S.M.会出很高的续约金,待遇也会随之改变。 韩国普通练习生的选拔已经达到了八百选一的激烈程度,培训周期一般是两到三年,从十四五岁开始培训,到十六七会成熟七时出道。 而进入到S.M.做练习生先别高兴,因为这只是被虐生活的开始。 练习生 前Super Junior M.组合成员韩耕曾说,当练习生的时候,最多每天要连续练习二十个小时。 魔鬼般的练习非常苦,甚至骨折了两个月自己都不知道。 练习生吃住都在公司,私下外出也被经纪人完全管理,几乎完全没有自由。 韩耕旧照,除去高强度的训练,挨打也是家常便饭。 演练习练习生的魔鬼教室T.T.警察叔叔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从物理上我会给予最大的冲击。 我教过东方神起,少女时代太炎等等二百余名明星,没有没挨过我打的孩子。 像东方神起就是用滑雪杖打到雪杖断掉为止。 要知道滑雪杖的制作要求很高,受力弯曲而不会轻易断掉。 经历过种种地域般的训练以及筛选之后,练习生中只有一半左右能够最终成功出道。 为什么说成功出道?因为说不好什么原因,你就会被公司放弃。 当年S.M. 最有名的练习生金文奎,当年盛传他将是组合Ezlu的成员,预定于2011年5月,6出道。 但后来被公司换下来一直未能出道,直到2015年以HotShot团员身份出道。 咱严归正传,成功出道了您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仅仅代表你可以为公司赚钱了,赚不到钱也只能被拜拜,那如果赚到钱了呢?那更惨。 在S.M. 的历史上,作为一个艺人,你只要是活住,哪怕不能站起来,也要在舞台上表演。 神话万人召集演唱会上成员身会星,在随后的表演部分又吸半月板破碎。 半月板损伤在医学上来讲,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以后的活动中,他时刻都忍受住膝盖的疼痛和复发的危险。 最离谱的是曾经在四级打榜的时候,他还要坐着轮椅上台表演。 深会星坐着表演。 波姐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神话的采访,采访地点是在李明宇家,进去后可以看到基本没有什么家具,卧室里只有一个床垫。 李明宇还说道因为怕花电费,所以冬天也不舍得开电热毯。 不过现在人家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娱乐公司,光纯收入就有九亿韩元。 还有东方神起成员沈昌明,传闻他曾被SM老板李秀满报答。 事情起因是李秀满为了捧红一女星,想让沈昌明和他传绯闻,因为沈昌明不愿意,于是李秀满就叫人来打昌明,还在一旁说只要不打死就可以了。 这要是咱们国内某组合红成这样,那还不得跟伺候祖宗一样拱起来,韩国人的世界波节表示不能理解。 沈昌明 韩国本土艺人都被如此对待,更何况中国籍的艺人。 韩国的娱乐界有一条规定,外国艺人在韩国只能和三个电视台签订演出合同,韩庚当年刚出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戴面具演出。 韩庚就是表演戴面具。其实可以说是韩庚打开了S、M旗下组合在中国的巨大市场。 当时已经身为亚洲巨星的韩庚却要不停地演出,不停地训练,哪怕受伤了,脚上打住封闭针也得跳,否则就要罚钱。 更别提那点跟付出完全不成正比的薪水了他有段时间每天给亲友打电话,不是抱怨,就是发泄,直到有一天韩庚对自己说,韩国自杀率那么高,你想看到我和他们一样吗? 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而这时,韩庚跟S、M的合同还有13年才到期。 资料图。 2009年12月21日韩庚与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解约并宣布单飞。 这一次的解约被大众称为,卖身奴隶向雇主的宣战。 再后来就有了2014、2015年,中国籍艺人与S、M、娱乐公司大规模解约事件。 2014年5月,2014年5月,中国成员吴云凡宣布退出Ezu与S、M、公司。 10月10日陆寒正式宣布解约,在10月5日的时候,S、M、娱乐还曾要求Ezu在大雨中进行表演。 Ezu在大雨中进行表演。 2015年4月,黄子涛宣布语言经纪公司SM解约。 黄子涛可能是中国艺人里面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军被虐的最惨的一位。 解约前,黄子涛曾被逼上台扮演而致使脚腕救伤家剧,肌肉严峻拉伤和骨裂。 黄子涛伤小。 而早前S、M、曾答应黄子涛父亲为黄子涛在中国开个人工作室,但是就在黄子涛伤情发作忧心忡忡的时候,公司却为张一兴开了一个工作室,可想而知黄子涛当时的心情。 不过在S、M、娱乐公司有个从未挨过打的一人,就是崔史元。 崔史元的父亲是韩国第二大超市的社长,母亲是个位高权重的外交官。 所以与SM签合同时SM都不会太苛刻,而且他也是唯一不住公司宿舍而可以住在家里的成员。 大长腿刘文很有眼光啊。 崔史元 虽然S、M、娱乐公司如此蛮横霸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的很会制造明星,从目标性强烈的选秀,严苛但是很有效的训练,量身打造的一人包装,以及制作精良的歌曲舞蹈,配上专业的营销模式。 不管是一人个人素质,还是包装方式,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希望不久之后,中国也会出现像韩国SM公司一样出色的娱乐经纪公司以及超级巨星的诞生,而不是成为韩国娱乐公司和艺人的提款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